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彷徨 不要再惆怅 天上人间 到处有阳光 谁没有过往 谁每天都过 只要有希望 到处有温暖 迷途的逍遥 看不见阳光 暂时自流口彷徨 谁让它欣赏 暂时自流口彷徨 暂时自流口彷徨 暂时自流口彷徨它方向 暂时自流口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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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游溫暖 我正在問你擔心,不叫那個信告的會耍什麼花樣整你啊? 男人嘛,還能有什麼花樣? 他給你多少錢? 一萬塊 不錯嘛,第一天上班就有這種收入啊 我看你馬上就紅了喔 我實在不明白,你放著平館主任和廠長不幹 為什麼偏要來幹這個事呢?你到底需要多少錢嘛 自培到哪裡去了?怎麼這麼晚還不回來? 他...他去找美蘭 什麼?他跟美蘭? 先生 自培,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你已經跟珊珊結婚了 怎麼可以再去找美蘭 我... 聯盟大哥,您誤會了 是我叫他去的 自培和美蘭的事早就過去了 他們之間不會再有什麼了 自培,你怎麼去了這麼久?美蘭沒有事吧 美蘭的房東說美蘭下午就搬走 工廠裡她也沒去 我在她住的地方一直等到現在 都沒有等到她 什麼?美蘭又走了? 嗯,看樣子,她大概走了 為什麼?為什麼她要這麼做? 難道她不知道她這樣會讓我們擔心嗎? 什麼? 她也失蹤了好一段時間 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她 這一次,不知道她又跑到哪裡去了 你有沒有打電話到丁家工廠去問 問了,他們也說沒有看到 但她會到哪裡去? 正急死人了 哎,對不起啊,請容我插一句嘴 你們看,她會不會是故意躲起來 故意讓你們替她擔心著急 你是說 美蘭和自培 你也知道了 現在你們結婚了 她心裡一定很不好順 那天你們結婚的時候 我就親眼看見她哭著跑出結婚裡頭 為了報復她所受的傷害 她就利用你們會替她擔心的弱點 故意躲起來,來折磨你們 不,不會的 美蘭不是這種有心機的女孩子 而且,我已經說過了 她跟自培的事已經過去了 她絕對不會這麼做的 我也相信 哥,你不了解美蘭 所以你才會這麼想 其實,美蘭真的是一個很純真,可愛 可敬,很有可憐的女孩 好 既然你們都這麼說 那剛才的話算我沒說 那你們告訴我 她是為什麼才不告而別 我只是想不透這一點 我想,我也許猜得到 你,你猜得到 你今天接她出院的時候 你就已經感覺到 美蘭對你給她過量的友誼 好像感覺壓力很重 有點吃不消的樣子 你是說,美蘭在逃避我的友情 不 她是在逃避友情所帶給她的壓力 她有病,又是一個人在台北 我們能不照顧她嗎 也許,她覺得她時日不多了 無法報答我們這份友誼 所以,不得不躲開我 天啊,難道她不知道 我們根本不要她報答 對一個重感情 有自尊的人來說 這就是她最不能夠接受的事實 那怎麼辦 難道就我們眼睜睜看著她 自生自滅 不管她的死活 我不知道 反正,她現在人已經不見了 我們對她,就是想幫忙也幫不上 等一下,剛剛聽你們說的那麼多 美蘭既然是一個這麼完美的女孩 她應該不會隨便放下她家裡的人才對 你們是不是可以問問她家裡的人 對啊,我真急昏的頭 我怎麼沒有想到呢 沒有用的 美蘭她不會回家去的 你忘了 上次我也是找到花蓮 結果還鋪了個空 不是啦,我不是要你再跑一趟花蓮 我是說 美蘭既不在顧波波的工廠上班 又不在丁老闆那裡 那她不是失業了嗎 是啊,那又怎麼樣 你想想看 美蘭這一生中最重視的是什麼 是什麼 哎呀,她媽媽的生活 和妹妹的教育費嘛 連這個也忘了 真是的 對對對 她不只一直說過 她為了她媽媽和她妹妹 什麼苦都可吃 就連她 在知她自己得了癌症以後 還不肯休息 為了她媽媽和她妹妹 全生活費和教育費 為了我們不讓她工作 她還負起跑到丁老闆工程去 這就對了 她放棄廠長和平館主任不做 就會沒有收入 這對她來說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 除非是 除非是什麼 除非是她另外有一份工作 收入比做廠長主任更好 我們只要知道 這是一份什麼工作 再循著這一條線去找 就一定會找到她了 那會是什麼工作 我可想不出 一個人赤手空拳 還能找到什麼工作 收入會比做廠長還多 那可不一定 你以為做廠長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才不夠五萬塊 美蘭一定是認為自己生命無多 如果再能活三五個月 成長的薪水 成長薪水全部存起來 也只不過十幾二十萬 對她家裡根本不管用 所以她要找賺更多錢的工作 好吧 就算你說得有理 那她會去做什麼 我們又要到哪裡去找她 這 我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 你 哥, gauge,你知道什麼,快說啊 我知道有一種工作難 一個月最起碼十萬塊的收入 如果客人滿意 運氣好的話 還會有更力 譬如說 譬如說什麼 這個 北楓大哥說的是舞女、九女之類的工作,對不對? 嗯 不可能,北楠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我可沒說他會做這種工作 我只是聽你們談起有哪一種高收入又不費力的事情 提供給你們做參考吧 哥,你既然喝酒也跳舞 你就幫我們到那些地方去碰碰看吧 那可不行啊 第一,我除了喝酒之外 什麼也不幹,碰不下那種女孩子 第二,我在台灣也待不久了 我馬上回美國去了 我們當然不希望你一定能碰到他 有機會你就盡量幫我們找找看吧 不,我還是不相信美蘭會做那種事情 我不相信 我爹地,我來了 你們倆還沒睡呀 我正在自培再聊天 別聊得太晚了 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嗎 那我先去睡了 好 爸 晚安 志培啊 等一下 志培啊 这两张票子明早送去给李老师 方佩瑶十万 爸 李老师也跟你借二十万啊 不是借 这是我们的捐款 方佩瑶那一份啊 是我跟他磨半天才磨出来的 爸 何必嘛 李老师缺钱用 你一个人捐三十万不就解决了吗 这个不同啊 如果说让我一个人来资助李老师五十万 那不成问题 问题是这笔钱 我们叫资助远景残障中心的 因为这个社会的福利工作 我希望全社会的人能够共襄胜举 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撑得下来的 当然啦 我也希望能够找更多的人 能够取之一社会 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当初有温暖 但如果说让他估计 那么让他再加大 必须的独特 林一法兰 他还是要了 他要救他 水 他也想救他 真的 黄医生 你找他 我爸爸说 这是他支持您的一点心意 另外 他还要找更多人来捐献 那张十万块的支票 就是他找来的 希望能帮您 把这个长江养护中心支撑下去 不 不用了 你回去带我谢谢你父亲 目前呢 我们还不打算多外募建 夏先生的事情刚刚发生过 我不希望别人以为 又有一个夏门宫出现 可是 这里的经费 这个 我已经有了万钱的准备 暂时苦一点 应该可以对付的过去 注意长期的经济来源 我也另有计划 这两张支票 带我去房给你爸爸 就说我谢谢他 这 怎么 连老师的话你也不听 快说起来 别把支票弄掉了 老师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的话 就早点回去 老师 你真的不需要吗 当然是真的 老师会跟你客气吗 走吧走吧 记得 有空的时候 都回来看看老师就够了 那老师 我走了 有空 我一定会常来看老师和阿金姐 好好 老师再见 再见 就是你 就是你 抢我的钱还没抢成 到头我一刀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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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肥 怎么了 老师 你这里有强盗 我刚刚看他跑上楼去了 什么 我们这里有强盗 志肥 把话说清楚一点 老师 是这个样子的 前些日子 小赵爸爸死 我从银行提出了二十万 要给他做商账费 没想到 刚走出银行 就给刚刚那个家伙和他同伙盯上来 结果 钱虽然没被他抢走 我却给他同伙捅了一刀 咱们院住了好几天 才出院的 真的 你确定请前来就是他 不会看出 没有错 就是他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 他跟他同伙之间都是用手语交谈的 马辉 我接个电话 倒进来抓他 志肥 不 你不要打 老师 志肥 如果抢钱 真的是他 请你看在老师的份上 原谅他一次 老师 不错 马辉曾经一度迷失自己 就像当年 东中三连笔班的同学一样 在成长的过程中 总有那么段时期会一直常滚 等过人那段时期 他们仍然会变好 你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吗 邱晨慧是这样子 张国洞是这样子 王伟喜小赵也是这样 马会又何臣不能这样子呢 志肥 让我认为原谅他 给他一个机会 好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慧是这样子 做事 他一直在做事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慧是这样子 啊 沒有事情啦 以後他不會再找你了 放心吧 你 會 捨 莫 不 打 我 不 罵 我 你很好 我為什麼 要打你 罵你呢 我 錢 錢 我 不 好 我 人啊 都有錯的時候 只要 知錯 能感 都是好孩子 可 我 是 別 人 不 這麼 想 他 門 看 不 其 我 門 能 跑 人 驗 我 能 殘 會 的人 人 人 沒錯 不是每一個人 都和你想的一樣 你應該放快胸懷 和有愛心的人們在一起 你就會 感覺到 社會 是 溫暖的 你不能說 自己 懺悔 聖遙 的人 人 知道 尚進 努力 混 別人 才不會 看不齊 我希望 今天的事情 是你 一生中 最後 一次 是 以後 不要再讓 別人 罵你 是 小偷 強盜 你能 答應我嗎 我 答 應 佑銘 你怎麼說呢 姐姐要怎麼處理家產 我沒有意見 居然弄到需要變賣我們的家產 來維持她的職業 這太過分了吧 簡直是荒唐 你怎麼這麼說 那你要我怎麼說 事實擺在眼前 沒有錢她就沒有職業 而她的錢呢 就是要你變賣主產才籌得到的 她這種男人 算得上是個男人嗎 你屁嘴 我是來找你商量事情的 不是要你來侮辱我先生的 姐 為什麼到這個時候 你還是執迷不悟呢 她那種人 根本不配當你先生的 夠了 你要我說多少遍你才會明白 呂文川是一個值得尊敬 值得信賴 值得我託付終身的男子漢 而且 我已經跟她結婚了 她就是我的丈夫 也就是你姐 是你尊重的 同事也尊重她 辦不到 要我叫她一生姐夫 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你 好 今天算我自討離去 從今以後 有任何事情 我都不會麻煩你 再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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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非常抱歉 你所代表的私立遠景殘障養護中心的創辦人夏孟光先生 因為違反法令情結重大 依照殘障福利法第23條的規定 必須予以停辦 也就是說,所有相關的輔助也一律予以停辦 可是犯法的是夏孟光 跟那些無辜的孩子有什麼關係呢? 養護中心停辦 那,那些孩子們怎麼辦? 很抱歉 礙於規定,我們也愛莫能助 或者你可以替他們一個人的需要 申請轉介到各相關的機構去接受教養 譬如說盲人教養機構 或者是聾養教養機構 難道沒有別的通通的辦法嗎? 據我所知,目前我們國內這一類養護機構 還不足以收容所有的殘障值 能夠多一個為殘障交易 進點心理的機構 不是更好嗎? 你是說你想接辦遠景殘障養護中心? 是的 呃,你的眼睛 對不起 我無意藐視你的工作能力 但是我們懷疑社會大眾是否能夠接受一個視覺殘障者 做為一所殘障兒童教養機構負責人的事實 這一類的殘障福利機構是由我們負責輔導、監督、評鑑 我們必須對社會大眾負責 我可以證明我的能力 是要給我時間 給我機會 這個 課長 請你相信我 很抱歉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實在很為難 因為這是一個從來沒有的特殊個案 這樣好了,李先生 你先回去 我再跟有關單位研究研究 再跟你答覆,好嗎? 小心 小心 小姐,謝謝你 李老師,你要到哪裡去? 你認識我 李老師,我是美蘭 美蘭? 是你喔? 你好嗎? 前一陣子 聽說你的身體不好 現在怎麼樣了? 我很好 我的病已經好了 而且已經開始恢復工作了 喔 那 你現在應該是在顧駕工廠上班喔 這個時候 你怎麼會在這裡呢? 我已經換了新工作了 我的新工作上班的時間 和一般人不太一樣 我剛好到郵局寄錢回花蓮 剛出來經過這裡 美蘭常常寫信給我 他說他很想念你老師 學校裡的同學何老師 也都很想念你 喔 你有機會回去的時候 帶我問候他們 我也很想念他們 好的 李老師 你剛剛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要到哪裡去? 我正要回家 我現在 在一家殘葬養護中心工作 我正好沒事 那我送你回去 我正好沒事 那我送你回去 再見 李文川 你臉皮也真厚啊 你連你自己都養不活 還搞什麼慈善事業 哼 還真不簡單啊 你說啊 你到底想把我姐姐拖累成什麼樣子 你才會甘心啊你 怎麼樣?你為什麼不說話? 你把我姐榨乾還不夠 還要我姐變賣我們姚家的主產來供你揮霍 你也真狠地下心啊你 什麼? 被賣主產? 我 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你少來 本來我姐 是最捨不得變賣我們主產的 過去我們生活的在場 她也寧願犧牲她自己 努力工作賺錢供我讀大學 也不肯動她一塊賺 現在為了你 她賣了我們的主產 李文川 你好大的魔力啊你 以前我姐是最疼我的 她甚至連一句這種話也不會對我說 現在為了你 我們姐弟倆不想翻了多少次臉 你真可以算是我們姚家的克星 我真不知道我姐是什麼鬼迷的心窍 會看上你,硬要嫁給你 你這個人怎麼開口罵人呢? 阿信,沒有事 你去幫忙 為了我姐姐 阿信叔叔 還會來找你算帳的 我要這樣了 我要這樣了 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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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要我幫忙照顧孩子們 喔 他有沒有說到哪裡去? 他沒有講 他有沒有說到什麼時候回來? 也沒有啊 李老師 李叔母,他會不會回你們自己家去 他常常忙得沒有時間回去 那我回去看看,這裡就拜託你了 你們有座坐嗎? 倆 李老師 他穿起來 他穿起來 李老師 美國有座位 他穿起來 固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金 你回来了 对不起啊 把你吵醒了 你这样睡觉不盖被子会着凉的 你怎么搞的 是不是不舒服回来休息啊 没有啊 我是在等你 你到哪里去了 十点二十才回来 没有啊 我随便走走嘛 你说话 你不是一个没有事 随便走走的人 真的吗 人家也有心血来潮的时候啊 怎么 不可以啊 阿金 请你说实话 你到底到哪里去了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相信就算 你是不是回去铺市卖黄石 去卖你们家的主产 没有啊 阿金 你不要再搬我了 我已经知道 没有错 我是要你帮我想想办法 救救这些孩子 可是 我不能让你回去 变卖你家的主产 来解解问题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又明去找过你了 这个家伙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难听的话 你不要管那些 你只要告诉我 房子卖了没有 既然你知道了 那我也就不再瞒你了 我是想卖 可是还找不到买主 文川 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嘛 现在什么时代了 还什么主产不主产的 需要的时候 能变钱应急就应急 房子算什么 卖掉了 又不是买不回来 可是你是为了解决 这些孩子们的问题 那应该是我的事情 不应该让你来解决 你看你 又来了 你的事情 不就是我的事情吗 孩子每天要吃 别的钱可以拖几天 这个钱一天也不能拖啊 我卖不能让你 为我做这种事 文川 我们是夫妻 还分什么你呀我呀的 老实告诉我 做这件事情 我心里很坦然 姚家的祖宗 如果知道他们留下的家产 做了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相信 他们一定很高兴我这么做的 另外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你刚到东中 你来帮我租房子 那个时候的你 是那么充满了自信 那么的乐观 虽然后来 你遇到了不少的挫折和打击 可是一直都没给你打倒 你还是保持你那一贯的 奋斗的人生观 直到你的眼睛出了毛病 在那边灰暗的时候 你完全变了一个人 幸好后来到了这里 我就在你脸上 看见了你往日的风采 那个时候 我就暗暗地许下心愿了 但愿你永远永远 都是我第一次看见的 那个李文川 为了达到这个心愿 不要说卖掉一栋房子 就要我付出所有的一切 我都心甘情愿的 阿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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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坚持 不要你卖房子 阿晴 阿晴 大悠 记得寒冷了吗 就不要在我身上卖了 好不好 就算我这身 你卖房子的钱 可是 钱总有换换的时候 你不是说 现在只是战事的过渡时期吗 等市政府的辅助下来 难关就过了 下午 我到书城武器过 那里的人告诉我 连禁养护中心 因为下面关了案子 已经被你弄成办 所有的福祉 也都停止了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那些孩子又怎么办呢 没有政府的辅助 我们拿什么养活动 这是个无底洞 我也在想 我知道 总是要放弃这些孩子 老实说 就算是市政府 跟辅助 把养护中心继续维住下去 我除了教孩子们读书 生活 其他的 什么能力也没有 这就够了 只要你把这些孩子交好 人家看到你的成绩 能够肯定你的能力 就会有很多人 伸出眼手来搬住你的 以后你就专心地交孩子 带孩子 筹筹经费的事交给我来办 我不会像夏孟官那样 用孩子迷意去炸财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做到 像你说的那样 不过 这是一条漫长谣言 和辛苦的路 我说的 之前 你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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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说 你 我说 你 我说 我说 你 我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我要犯人 他就要犯人了 犯人 不犯人 他就犯人了 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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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是 ve由于对我而言 除了增压我的压力和痛苦之外 没有拜年好处 是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友情 可是,友情能治好我的病吗 当然是不可能 与其到头来一场功 还不如彼此离远一点 个人过个人的生活 我的话,你明白吗 那你是不是肯答应我 不告诉他们在这里看到我 拜托你,好不好 谢谢,谢谢你 牟丹啊,有人带你出场 弘大的吴经理可不要得罪了 到处有温暖 今天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雷文回来了 可是她今天的神情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 我问她美兰的事情怎么样了 以前,她总是回答得很干脆 今天问她,她显得很犹豫 并且心事重重的样子 然后一句话也不说的 就往房里走了 就应该叫她便宜 是珊珊說的 她也太敏感了 不只是珊珊 我也感覺到了 沒有了,別神經過敏 拜拜 不只是珊珊 就是 謝謝 你現在是我們店裡面大紅大紫的小姐了 找你這樣的收入少說一個月又一百萬 這個樣子下去啊 你賺了半年就夠你一輩子花用了 到時候再找個好歸宿假了 你就可以當少奶奶了 今天晚上我一毛錢也沒有賺到 為什麼 紅大了無盡你賣你的賬啊 有人比我更需要錢 你把錢都給了別人啊 錢 本來就不是我的 給了別人 反而能減少我心頭上的罪惡感 我喜歡 老闆 老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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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振作起来 虽然你 离开学校 有一段时间 没有好好的练书 可是呢 你不能 堕落下去 从现在起 你要 好好的练书 等暑假过了 再回学校 上课 我 真的可以 回学校吗 当然是真的 你 一定 要努力 要不然 学校 不要你 我也没有办法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